好 接下来又要到了老朋友了 相信坐在对面这两个人也很紧张 但是 前两局都是下位去赢的 是的 真的 前两局都是下位去赢的 所以要忽兰两上了是不是 是 我们请忽兰先挑选一下自己的对手 我要选择 我猜忽兰会选周琪末吧 这没什么 就是他们肯定是会互相选 忽兰说不想选 我俩有点批够了 我要选择 为什么不跟周琪末战斗了呢 就是世界那么大 我想去PK点别人 好 那让我们欢迎忽兰 我觉得忽兰今天 也不光是今天 感觉这一季就不嗨 就是他以前讲段子 你就觉得那一个包袱 追着一个包袱 就是会踩着前面那个包袱 脚后跟的感觉 就是忽兰以前挺觉得跟不上 就特别爽 他虽然搞得很好 但是我完全没有展现出来他的真实能力 然后他自己也贼难受 因为他是很腰强的人 他就是一直憋着一个劲儿 他每一场演出就差那么一口气 就能把自己演得很爽的状态 反正我看着不太有他上一季那么舒服 他在舞台上少了很多昂扬 前面几期都很挣扎 无论是从表演上面还是文本上面 各种其实都是有一些凝固 他也很想找回原来那种感觉 所以如果他这一场 他还没有突破观众的预想的话 他自己也会很难受 心里没底 让我三点半来 我十二点半就来了 我本来约他们 我说我在台上练一练 结果十二点半连现场导演都还没来 我就来了 整个就像施工工地一样 大概有两三个施工的师傅 然后就在那边练 这次是真重视了 这是四场里面可能最重视最重视的一场了 已经迫在眉睫 我就觉得男哥这轮是能信的 这轮的段子我听了就比前两轮深刻 点也特别好 这一集是他搞得最好的 只要他状态OK 他这篇稿子打谁都没问题 现在状态还挺好的 就挺饱满的 因为我调出来之后 我还挺喜欢这个稿子 你对稿子喜欢的话 整个心态啊 人的精神面貌 其实也会不一样 好嘞 台上见吧 嗯 大家好 我是沃兰 我是真不想PK周启默 因为周启默很厉害 他被誉为中国脱口秀的天花板 然后他就找我PK 他就复活 然后一群人来骂我 你说我能说什么 我只能说 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 是天花板先动的手 开得这么开啊 开得这么开啊 这个事就像 小孩没事光光踹墙 然后就说 为什么脚疼我脚疼 他妈过来说墙坏 墙坏坏 那个墙怎么能欺负人呢 我就是那个墙啊 我一动没动啊 不说了 我真生气 我就说我自己 我上周过生日了 过了我三十几岁时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其实没啥 其实很正常 直到晚上吃饭的时候 我爸妈开始 祝我身体健康了 很多晚上都说 过了三十岁之后 我公司就开始不忠用你了 机会都留给年轻人 我开始不信 但你看看今天这个情形 受到重用的年轻人 早已晋级 一群中年人 在竞争一个 可以跟年轻人竞争的机会 老兵不死 他们只会自相残杀 哇 这段太大了 我真的很羡慕年轻人 就二十多岁 全职说脱口秀 为了喜剧梦想 我三十多岁 我辞职说脱口秀 我心态已经很好了 但有的时候 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也会对自己说 轻本家人 奈何作诵 真网上有那什么鸡汤文吧 什么余敏鸿 三十一岁才创立了新东方 张朝阳三十二岁才创立了搜狐 你急什么急 你说我急什么急 留给我大气管成的例子都不多了 来劲了 来劲了 我好熟悉的护栏的恐怖的气息 还是护栏的 我心里还剩下的三道防线 是三十五岁的马云 四十三岁的任正非 跟六十岁的江子牙 而且三十岁的时候 真的跟你小的时候 聊天的东西都不一样了 你们肯定好奇 我跟建国喝酒 平时都会聊点啥 一定是文学啊 梦想啊 不是 我们也会聊社保 有一次我喝多了 我说我真不想干了 干嘛 你要么还得找别的地方去交社保 我想说也是啊 感谢社保 维系了我的脱友秀梦想 但是我跟建国 经常有那种 星星相惜 英雄所见列腾的感觉 但是我们学过历史知道 英雄和英雄之间 是不会聊社保的 刘备三顾茅庐 刘备说来吧 来实现人生梦想 朱亮不来 来吧来实现红土八野 说不来 来吧社保公司 给你交顶格 朱亮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我和几个中间朋友 前段时间去鬼屋 去鬼屋去玩 真的我发现在整个鬼屋里面 最淡定的就是这些中间人了 真的 他知道生活比鬼屋残酷多了 就那个NPC 那个鬼咔 一出来 年轻人啊 吓得四处逃战 那个中间人 就这么看着那个鬼 就像他们面对生活的态度 跑不动也跑不掉 你看忽兰的右手 忽兰的右手 穿那个镜子就来了 我拿上来就不对劲 他就一直在那拖着 要不然你就弄死我得了 真的 最吓人的是 我们在那个鬼屋里面 看见个床 我这是干啥的 他说就是那些鬼 有的时候加班太晚了 就在这睡了 所以我在想 现在各种什么鬼屋 什么生化危机 那都不吓人 就应该做一个中年危机 你进去先打卡 进去之后也不黑 就是灯火通明 全是鸽子尖 大鬼小鬼都在那边加班 没有什么恐怖的音效 就是键盘声 就穿叉叉什么 叮叮的声音 真的 你还有一些鬼在工位上 骂老板 咱老板真不是人 老板也无所谓 那咱就不是人 还能看到一些鬼 由于工作疲劳 已经印堂发黑了 疯狂地掐着自己的人中 生怕自己猝死 真的 你跟工作人员说 这太恐怖了 还没有别的场景 带你往里走 窜出个小孩 抱你喊 爸爸 爸爸 我要上好学校 那边说 是要买个学区房了 一看张母娘出来了 一边爸爸妈妈出来说 我祝你身体健康 然后一排人说 我祝你身体健康 你说你们是谁啊 他们说 我们就是你的房贷 车贷信用卡的银行啊 我当然希望你一直健康啊 你就崩溃了 你说 这比这刚才那还恐怖 工作人员说 对对对 这就是沉浸式体验啊 我想工作 想加班 我想要福报 你这一套体验完 回到现实生活 你都会爱上上班 去公司老板说 能加班吗 996 你说鞠躬尽催死而后已 好 谢谢大家 我不担心 三只工 谢谢 谢谢 Sar secret 喜欢人员的朋友 不要忘了为她投票 你没拍啊 我还没拍呢 通道关闭 还有最后三秒钟 三 二 一 请锁票 厉害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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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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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厉害了 해 早这样还用来这 非常好 感觉霍函的状态完全回来了 这个中年危机 咱们来中间聊聊中年危机 从这个快乐的情绪中怀疑 怎么从我这儿聊 因为我年纪最大 不是不是不是 是你最危机 刚才听到那段子 听到有几段我想哭你知道吗 就我觉得这喜剧的内核 其实悲剧都是高级的喜剧的内核 就特别高级这段子 然后你说我危机吧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危机 就觉得就是他说的很多点 我都能get it down 可能就是那种孩子要上学 然后那个家里面 很多责任感的东西 包括你说我这来这儿 对吧也来了 小白船也唱了 不容易赚钱不丢人 是不丢人 是不丢人 你就适合去你说的那个鬼屋里当鬼 你太适合了 你真是太讨厌了 大老师为什么最后才拍呢 因为我没有这些危机 对啊 但是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老公 这有什么可笑的 没事 这个忽然的段子是需要一些文化门槛 我明白是这个意思 你一直都是这样的 因为 因为就是这个意思 我就感觉我感受不到这个感受 所以我觉得我自个儿特别开心 我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所以说 我希望大家都不要想这些危机 就没有危机 那最后拍的这个 就是纯是为了这个 忽然的整个这个演出 就是状态太棒了 对都特别苦 对 就我觉得 好像忽然前几次我都没拍灯吧 好像是没拍 我就没那么嗨 今天就是生理愉悦 就是开心 你作为一个也是要天真的人 对这种中年危机 跟大老师的看法一样吧 我不太理解 我是美少女战士 那就一样 你们都是靠着不理解这事 就不需要理解 我们这种一路向前冲的人 对 看不见危机在哪 就是这件事 哎 我就能告诉我 危机危哪了 就是我没明白 就是说怎么就危机了 因为钱整合选择 你都想端子里了 你看你 我明白 我明白 我不知道 大老师原不回来了 别聊了 原不回来了 我觉得陈奥老师 陈奥老师刚刚总结的很好 就是可悲才好笑 好 那我们谢谢忽然 好 谢谢忽然 忽然就是真的感觉 上一季的忽然回来了 他每句话都处在 要破音的边缘 就是你感觉 感觉到他的情绪特别足 他对他自己讲的这个事 特别相信 他有一种自己独特的节奏感 非常的稳健 他一步一步往前推 然后又回到一个callback时候 就特别完美 所以很强 忽然那个段子里面 他能把这个生活 还有那种感受的东西和喜剧 那么融合在一起 又有自嘲 又有无奈 很多元素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高兴